哈囉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 Honda CR-V 的五代 這款車賣的特別特別好 經理之前有介紹過了 這款車是 1.5 升的渦輪引擎 然後不論是引擎還有底盤都是全新的 今天廢話就不多說 因為該介紹的部分之前 CR-V 五代我們裝的特別特別的多 最重要的是我們台中 中部的話有提供同款車的試乘車 可以給 CR-V 五代的車友們來試乘 試乘之後覺得OK 再來考慮裝 KT 的產品就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些 今天要裝的是 KT 的道路板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車主的話有改裝了一些東西 譬如說這個是 這個紅色的橡皮墊 它主要的功能 是希望在駕駛的時候 側傾的幅度 會變得比較小 那它的功能 就是框在彈簧跟彈簧之間的限距 目的性就是希望 抑制住它彈簧的變形量 但是經理會比較不建議裝這些產品 因為當它壓縮到一個極限之後 它的回彈的力道 是比較沒有那麼線性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建議的一個改裝方式 好那這台車後方的懸吊系統 已經跟三代四代不同了 五代的話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它還有一個上座 你過來這邊好了 然後上邊弄 這邊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改了KT之後 沿用原廠的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是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那這款車 畢竟它是日系車 跟之前經理常常介紹的Rawful的五代 或者是其他同等級的一個日系車 其實它後座的乘坐感覺是很舒適的 那很舒適的話代表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彈簧可能配置的KT會比較輕一點點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它阻尼的設定 有可能會比較輕 我們舉一個同級車的O系車 同級巨大小 GLC好了 假設是GLC的話 那它後座 這個阻尼的乘坐壓起來的感覺 就會比這個硬朗許多 那當然有可能車友會反駁說 它的底盤它的價格價差會差很多 但是我們以它的級距 它的車格的大小呢 來做評比的話 其實它大小是差不多 那重點就是日系車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會比較舒適 那它的阻尼 哇就做得特別特別的軟 假設GLC 我們這樣的重量 我是沒有辦法壓下去的 之前如果有看過影片的話 就可以搜尋看看 那這個是日系車 所以它的舒適度會比較好 可是舒適度好 相對的有另外一點 它的乘坐感覺比較舒服 可是後座的乘客 以這台車來說 如果比較敏感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暈車的狀況 那改了KT之後 不是改裝避震器就不會暈車 是改裝KT之後 它所搖晃的感覺會改善很多 所以它的穩定度會加強很多 所以後座的乘客 當然就比較不容易暈車 這個是CR-V後面的桶身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CR-V的五代 它前面的話是一個 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有附上座 這個車頭還很新 它的軸層它的相片 都還不至於會壞掉 這個單KT的話 就不需要再拆這個上座來沿用 我們就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話它有一些 這個是油管 這個是油管固定座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座 這些KT的設定都跟原廠一樣 可以發現到五代跟三代四代 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這個仰角的部分 這個四代已經變成是一個 獨立線插入式的仰角 那三代四代的話 它是一個類似日系車 它有兩個橫向的螺絲的鎖法 所以它的固定方式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的是後面先嗎 後面的話這邊已經裝好了 以這款車來說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是六公斤 六公斤的話是兩百長 這一個彈簧的上方 它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機構我們叫Hiro Key 這個Hiro Key 它是來調整後方的車高用的 今天的車高車主並沒有要降得很低 只要比原廠T大概一指幅左右而已 所以就沒有必要改裝 這個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個輪胎是18的樣子 235 60 18 它的18吋的規格 有很多的車友已經升級到19 甚至20吋的也很多 那升級之後的輪胎也不便宜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我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但是今天的車友 車高只有略向一指幅而已 所以是還不需要改裝的 這裡有一個上座 避震器的CRV五代的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後座的軟硬度 那這裡可以看到車友也有改裝了 這個是一個寶藍色的拉桿 鏡頭不曉得戴的燈 可以 這裡這個是後方加出的防傾桿 那這裡也有改裝離窄串 這個都是改裝品 那防傾桿的用意 就是我們在過彎的時候側傾 改裝的時候側傾意識 也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兩個都是 對操控蠻有幫助的一個改裝 但是避震器的改裝 它的提升的幅度 會比防傾桿還要來得好 所以這兩個改裝相輔相成 都是可以互相來做搭配的 那這一個後方的筒身 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條彈簧它的自由長度 我們還沒有壓縮的時候 它是寫一個200dash 200的意思 200的意思 就是它的長度是200mm 所以我們在筒身的預載 把彈簧壓縮 只要壓縮5mm就好了 千萬不能太多 它壓縮完畢之後 這一個的齒輪狀的一個托盤 記得要把它鎖緊 但後方的話它的緊度 其實不用很緊 因為後方拖一臂的系統 它的避震器作動 就是很單純上下而已 前面就不同了 前面台碟一樣負責轉向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車友也有改了這個加大碟 好 那我們來看前面好了 另外一邊好 另外一邊好 這個有水箱護罩也改得很漂亮 我看的 這邊輪胎已經上了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上座好不好 拍得到嗎 上座的話 CRV五代拆裝很簡單 這個飾板就不用拆開了 車友們要調整阻尼也很方便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 它有三顆螺絲 然後從這裡就能旋轉到阻尼了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軟硬的調整 那這個上座就是KT所附的一個全新的上座 這顆引擎就是五代地球夢的引擎 1.5升渦輪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主角避震器 這台車的前面彈簧的話 KT的配置比較特別 它是7公斤的 那7公斤的彈簧 它並不是配直捲式的 它是配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作動的時候它有很大部分的力量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的舒適度就會來得好一些 那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也會比較開一點點 這樣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所能夠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彈簧還要來得多很多 大概多了30%左右 那這裡有防塵套 有饅頭 這些都是KT所附的一個新品 至於前面的話 車高調整的部分很簡單 前面的車高調整 我只要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懸鬆 往上調整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縮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今天沒有要縮得很短 因為今天的車高 並沒有要降幅降很多 那前面的話 因為是麥花城 它的負責上下之外 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有可能會有鬆托 所以在安裝都設定完畢之後 這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懸緊 那這裡有一些離載串的部分 車友又改了其他的東西 像這個是可調式的強化離載串 這個是前面的加粗的防晴桿 這個都比原廠的還要出很多 那這裡剛剛有提到過了 KT的油豆腐這些 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是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那KT的用料 在主尼油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 它是一整桶200L進口的 義大利的IP主尼油 那在油風的部分 這一款車是日系車 有很多的車友 都是推崇日本TEAM的品牌 那TEAM它是日本 最大的改裝避震器龍頭 它的品質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所使用的油風 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KT的壽命 也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KT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今天拍攝的影片的地點 就是在KT台中彈子的工廠 那我們工廠裡面 就是製造避震器 所以如果 也許有可能 像我們今天早上 有一台車友 FX35 它是已經使用了 四年多的產品 那主尼油已經有列化了 所以就可以來做汰換 所以KT的話 也有做日後售後服務 來做便利翻修的這些工作 所以選擇KT 對車友們來說 日後要做維修也好 或要做售後服務也好 就相當的便利 那KT有這一款車了 五代的試乘車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就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